各位 ROG 这一款掌上游戏机来了 ROG 阿赖 开始之前容许我讲一句 ROG You Take My Money 一直以为这种游戏玩具都会用上黑色彩影 现实给我啪啪打脸 全白色机身好看到哭 ROG 阿赖正式宣布 男女通杀 机身白色配上黑色按键 Joystick 部分是ROG一贯的灯效 整机看上去很有质感也很有ROG的特色 尤其是背面阿 Bi加剪 Logo 加写文设计 这家那天会发光的血线 Woo Fabulous 背键两颗可以自定义它的功能 握着手手可以很自然的放上去 机身上部有各种的插口 3.5mm耳机孔 UHS-II 带Micro SD 卡槽 HG Mobile 专属接口 USB Type-C 银亮键 指纹二合一的Power button 当然还有左右两边的LR键 身为一个掌上游记机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量 这个RJ Alli 它的重量是608g 整整是比Steam Deck轻了80g 所以我拿上手的时候 我是觉得它是不会太重 然后也不会有一种头重伸出的感觉 整个重量是很均匀的 然后我留意到这边旁边 有做了一个14度的这个斜面切 所以当我的手掌 这边肉比较多的位置 你贴上去的时候 它是很贴合也很舒服的 然后我的手指头也是对准每一个button的位置都是刚刚好的 LR button 然后还有这个Joystick controller 这些位置全部都是BugFight的 除了贴手之外 它的ABSY键和Xbox都是差不多的 左右摇杆的距离也不会太远 但是我觉得它手感的Xbox好 ABSY键回弹了一般般 而且连续出招的时候 你看我还不小心按到隔壁 屏幕左右各别有两个Sharker Key 啊对 还有两个小视角位 第一 整个握把上面有隐藏版花纹 握起来手感更好自由 也可以很好的防滑 第二Joystick在打游戏的时候 会有RGB灯围绕着 打游戏在C-Bell format 当然不打游戏的时候也可以常态啦 屏幕部分7寸屏其实不算小 配上1080P 其实出来的效果是sharp的 刷新的120Hz 亮度最高500nits 屏幕是touchscreen的 直接上手took也是可以啦 那这个RGB它运行的就是Windows 11的系统 所以说Windows里面的全部东西 我都可以在这个掌机上面用到 包括Microsoft Office 然后Microsoft Word 甚至是上面任何的PC Game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玩得到 如果你硬要把它当成一个电脑用的话 是可以的 你看啊 我这边 我就把它兜兜上去一个Mond之后 它整个就变成一个普通电脑在用啦 你看 我现在已经连接了吗 这样我就可以开Master of Edge 那就开到了咯 那也因为RG Alive 已经找了Windows 11系统 所以它只是各大平台的游戏 包括刚才讲的SIM游戏啊 甚至是Google Play Store 自己的道路都可以 虽然它是没有SIM的专属OS 但是它还是有RG封一贯有的 Armory Create软件 点进去可以一次过 看完自己在不同平台上面 install好的Game 全部都在这边了啦 也可以拿来调节Performance等等 其实配置方面 现在RG Alive 搭载了 16GB LPDDR5内存和512GB的PCIe Gen4 SSD 处理器用的是AXOS和AMD一起联合打造的AMD Ryzen Z1系列 配上RDNA三图像芯片 这个处理器就是为了这台游戏机而设计的啦 所以游戏运机能力绝对是码问题 我们在现场直接试完了一小部分的3A游戏 比如Cyberpunk 2077和GTA 因为有支援FreeSync Premium 游戏算是蛮顺畅 没有撕裂卡顿脱影的问题啦 然后再试玩Moving Out 我的最爱游戏 假设跳来跳去搬东西丢东西都可以很流畅的进行 感觉FPS一直维持在蛮高的水平 哎呦 我觉得它声音很大声一下的 你看Volume Button在这边 完全旁边人都是听到的那种 死吧 火鬼啊 火鬼啊 Super Power Super Power 火鬼,我住的 火鬼 被人打然后嘛 把人摆尾那样 蛤 是吗 我不是左边 我不是右边吗 我不是左边吗 ** 它会大声呢 是因为RG Allure的speaker 是向前发声的 也就是直接面向我们 自己听到是很爽的 手握着手也不会挡到 而且它支援Dobie Amos Haraj Audio 所以音质 音乐和这个沉浸感 人方面的RG Allure内建了双风扇系统 再加上专位掌上游戏机设计的 Zero Gravity Thermal System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可是在我玩到15分钟的时候 我还是feel到机背位置有点点发热 不过发热的地方是在屏幕那一个区域 正常玩游戏的话握住两边是不太feel得到啦 主要原因也是这台Alive的性能是真的给你 微发热也是很正常啊 那这台Alge Alive已经在今天正式发布了 它的价钱就在这边 用这个价钱你会买Alge Alive Alge Phone Steam Deck 还是Nintendo Switch Zero